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GS框架P-REACT 它是一套瘦身成功的REACT备胎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都知道Facebook出了一款客户端的框架 叫做REACT 对不对 但是REACT框架 咱们说句实在话 非常的臃肿 随着功能增加 它是越来越臃肿 那么 咱们运行它的时候就会浅得很慢 那么有没有一套解决方案 就出了这么一个P-REACT 它针对于REACT框架来说 确实是瘦身不少 今天我就抽时间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框架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知识点 首先就是说 咱们市面上三大主流的GS框架 都哪三大 REACT VoE Angular 这三框架有个共同特点 什么特点 都很臃肿 最臃肿的我认为是Angular 其次 ReACT VoE 以前说是很轻量 现在随着功能增加也很臃肿 那么怎么办 咱们今天就试一试P-REACT 看看能不能瘦下去 好 第二个知识点 苗条的REACT框架 P-REACT 它号称只有3K大小 我认为它比3K是要大的 它不是说正好3K 稍微要大一些 好 咱们先少叙 咱们首先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怎么用 咱们今天一点点的做 Go 大家请看 这是它官网 速度很快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现在技术的主流网站 都是这种简洁的设计 而且是响应式 非常的不错 看着非常的简洁 对不对 OK 然后它这上面也有 这个基本的文档说明 包括这个命令行工具的使用 都有 没关系 我给您总结出来 您看我的课件就够了 好 回到咱们课件 咱们首先看该怎么做 第一步肯定是安装 是这样 P-REACT 跟咱们主流的三大框架 REACT VUE Angular一样 都需要一个命令行工具 进行支持 那么今天咱们干什么 咱们首先就安装 这个命令行工具 用这行命令就能安装 因为它是往全局安装 所以说 需要管理员权限 这地方我加上一个ICU度 然后在NPM里边 加一个-G 做全局安装 它是基于NPM进行安装 好 咱们试试 够 因为是这样 我本地已经装过了 所以它今天应该是比较快 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装 可能相对比较慢 它会找所有组件 是不是有没有刷新 您本地是不是已经安装相同组件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相同安装 如果安装的话 它看组件是不是有更新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咱们就等一下吧 就算我安装过 大家请看 还不是很快 OK 这就算是安装完毕 OK 安装完之后 咱们干什么 打一下 p-react-h 看一下是什么感觉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地方有它一个图标 是不是有个图标 这不管 然后呢 这个命令里面 提供下面几个option选项 比如说建立 编译 观察 做服务器 以及list list是干什么 是list出来 您可以基于哪些个模板进行建立 咱们今天就list一下 看一下 这个地方 p-react-list 看一下 咱们都可以基于哪些个模板进行建立咱们的web工程 大家请看 有这么多个 还有这个type script 包括这个vidget 就包括这个小部件 也是可以建立 今天我给你演示了 是基于这个default 默认方式 默认模板进行开发 咱们试一试 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间的项目实战的部分 内容不是很多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通过这个p-react的空格 加上这个create的命令 再空格 加上咱们的模板名 模板名咱们该已经看到了 对吧 这是模板名吗 对吧 咱们用这个default 然后空格再跟上咱们的项目名 或是说是项目目录名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咱们建一个 试试看 go 它不但建立了目录结构 默认的文件 同时还要进行自动的包的依赖的安装 所以说这地方 您初次安装 可能会要花一点时间 OK 安装成功 安装之后 大家请在画面 给咱们几个默认的提示 进入咱们的目录 然后直接开发运行 或者说把它打包成镜像的站点 然后当然也可以进行HTTP服务的启动 那么咱们就一个一个做吧 首先进入咱们的这个 MyWeb目录 是这样 因为我是在我的客户目录下建的 所以说这地方大家请看 就出现这个目录了 一会我给您讲解 咱们先立刻运行一下 好不好 进入之后干什么 咱们直接启动开发运行模式 看一下效果 因为咱们安装完了Eline 所以说马上就能够启动起来 OK 请标准起来了 大家请看 我本机怎么是这个IP 不管了 咱们就这个IP 拷贝一下 然后咱们在咱们标准器 打开它默认的主页 大家请看 这就是P-react默认的主页 大家请看 非常简单 对吧 给它们生成的默认的内容 其实这个内容 大家请看 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是主页内容 对吧 Home 第二 它有一个叫做Profile 这是一个组件 对吧 然后这个组件 还可以带个参数 对吧 这个参数叫Join 对吧 然后这个里面 有一个按钮 咱们可以点击 在Profile这个路径下 有个按钮 咱们可以点击 然后切换 只要不出这个Profile 大家请看 这个点击次数 这个数据是状态共享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时间 每一秒钟 自行自动的刷新 没有问题吧 OK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内容 好 那咱们就来看看 线路结构 这个内容 它是怎么实现的 好吧 OK 回到咱们的课件 咱们看一下 这个 就是它是给它生成的 默认的目录结构 咱们一个个看 Readme 这里面就是默认的一些 咱们刚才画面上 都看到的那些个 命令提示 对吧 包括还有一个 自动可以自动test 没有问题 然后Package 这个 像这个地方 是咱们可以启动时 所用到的命令 包括它的开发依赖 以及部署依赖 部署依赖 仅仅是靠这个 P-react cool就够了 OK 然后它这个测试 用的是这个gest OK 再往下 这个Git忽略文件 这没什么可看的 巴贝尔 它内部是基于巴贝尔 咱们可以基于巴贝尔 进行开放 好 再往下 看这个原文件夹 原文件夹的话 咱们大家请看 有两个主文件 咱们一个一个看 这个是manifest 这是咱们整个项目的配置文件 比如说背景色 主题色 朝向 单独运行 包括咱们这个项目名 以及咱们所依赖的一些个图片 都能够在这里面进行主文件配置 好吧 它用这些给咱们生成 显示出来的首页的效果 换句话说 网站模板效果 接下来 这个是整体的 咱们应用程序的入口 不管是P-react 比如说您用过VoE Angular react 都是一样 它都有这么一个主框架 非常类似 比如在主程序入口里面 咱们包含了一个样式单 然后又包含了一个体动的入口组件 然后咱们输入这个组件 内容很简单 这样式单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style下面的index 因为它是gs的语法结构约定 所以说 如果是这个目录下的index文件 那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不用写这个index 对吧 不用写这个index 它默认的话 就会找到这个目录下index 然后把它包含进来 这就是咱们主要的html里面的 默认的样式单 对吧 这是咱们入口 然后它又引用了一个组件下的app 跟咱们的Angular VoE react都一样 好 如果您用过那些框架 用这框架应该是很快就能上手 好 那咱们看一下 它import了一下这个组件下的app 这app都有什么内容 马上看一下 这个地方打开 大家请看 这是app.js吧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咱 才是咱整个组件的内容 咱们一个看一下 首先它import了两个preact内部的内容 对吧 包括这个路由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又import了一个头部组件 就是说咱们整个页面 上面不有一个这个navi bar吗 对吧 那个头部条就是这个组件 然后又引用两个路径 或者说又引用两个页面 这两个页面在这里面叫做路径 对吧 或者叫做这个路由 这个分别是引用路由下的两个页面 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有事说 咱们主程序一上来 咱先import了一个整个页面 或者整个网站的头部 同时把咱们所需要的所有页面 都把它import进来 没问题吧 好 咱们先不往下走啊 咱们先看这个hider部分 在哪 在这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hider部分 对不对 有两个文件 咱们点开看一下啊 index 这个就是咱们整个html页面的标题部分 如果用过这个bootstrap 您对这块非常了解吗 因为您用bootstrap的话 一般这个页面的顶部标题部分 都会用一个hider来表示 对吧 OK 这个地方呢 来标识的咱们所有页面的标题 用哪些个内容 有哪些个内容组成 对吧 OK 那也就是说 这个hider会作用预示所有的页面 对吧 那么怎么让它作用所有页面 咱们一会儿一点点看啊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还引用到两个路由 对吧 这两个路由就相当于是咱们两个page 对吧 就可以 咱们看一下啊 它引用是路由下面的这两个组件 路由在哪 在它下面这个文件夹 那你看 有两个组件吧 一个是home 一个是profile 打开之后 这非常简单吧 你用过这个react都明白啊 这地方是咱们主页的内容 非常简单 就这么两句话 然后呢 咱们impose了一个它自己的style 就是当前目录下它自己的style 对吧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自己的style 然后可以对里面进行设置 对这个class进行设置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把这个类进行输出 这相当于是咱们主页的组件 对吧 其实今后您要做自己的开发 这里边 您还可以再提到一些其他组件 这个就和这个react非常相似 组件套组件 对不对 OK 再看另外一个profile 这个profile相对复杂 其实也不复杂 都是一样了 引用了一下这个pgget里面的这个组件那种 然后呢 把它继承过来 这没人可以说 这个是状态 这个作用率仅仅适合于这个组件的状态 是这样 如果您用过react的话 我给您讲 马上您都明白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组件里面 这个profile里面相对复杂 给他们提供几个方法 比如说这个更新日期 比如说这个追加 这个是追加咱们这个状态count 这个状态count的这个内容 把它的状态count的自加一 然后这是这个画面启动时装载 这是画面 画面修了时 然后把它这个 咱们装载的内容把它清除掉 大概就这么一个构造函数 以这个破棄函数 好吧 好 接下来是咱们整个页面的渲染部分 在这个里面 大家请看 是针对于咱们这个profile组件的内容的渲染 它内容现在也不是很复杂 这个地方输出了一个当前日期 这个当前日期呢 做了一个绑定 对吧 同时这个地方 有一个按钮 按钮之后呢 按钮按下之后呢 会调用自己的一个方法 就这个increment增加方法 OK 这个是大概的这个页面的逻辑 其实不是很复杂 这个比如说这个方法里面 会自加这个conto自加一 然后这个conto呢 在这地方做了绑定 对吧 其实不是很难嘛 对吧 好 说完之后 咱们再回到这个app的入口处 因为咱们引用了header 头部 又引用了两个页面 那么怎么把它组织起来呢 很简单 就在app入口的地方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咱们 相当于是咱们body html里面 body里面的内容 定一个div 给了一个idapp 然后呢 在这app的里面 那请看 我一上来 现在页面中加了个头 然后呢 又加了一个路由组件 在voe里面 叫做louterview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有一个这个组件调用 它是根据路由 发生不同的时候呢 它会映射到 不同的组件的内容 比如说 路由pass 是斜杠的时候 它会映射到home组件 当路由是profile 什么都没有参数的时候 它会映射到这组件 然后呢 它给这填上一个参数 me 对吧 如果路由提供用户名的时候呢 它就会映射到这个组件 对吧 这是一个路由映射的设定 那么根据路由的变化 它会在这个地方映射到不同的组件上去 但是header部分呢 并没有变嘛 对吧 一直就是这个header 好 这就是大概这个程序的主要的内容部分 关于这个细节 如果有细节朋友呢 今天我可以开课程 这么讲解这个pz 其实是这样啊 不用讲preact 如果您要想了解程序细节的话 咱们就直接讲react就够了 然后您可以用preact去签套 语法几乎都是完全的一样啊 OK 接下来 咱们还有一个命令可以讲解啊 什么命令 回到咱们课件 咱们看 它有一个这个产品打包模式 对吧 就说咱们都开发完了 让我想给它打个包 然后呢 我想发布 发布完之后 我想再看一下效果 该怎么做 咱就简单的做一下啊 比如说咱们把这个页面主标题的部分 把这个地方 咱们不叫preact 比如咱们叫做这个 koma 小马 视频 可以吧 比如说咱们这个标题叫这个行不行 好 咱们存盘 存盘之后 当然它是 它这边就自动编译了 这边是能看到的 对吧 然后咱们不管 咱们把我这个停下 然后咱们调用一个打包程序 对它进行打包 然后准备发布它 用这个 run build 把咱们现在程序进行打包一下 好 注意看 go 正在打包 ok 打包成功完之后 该怎么做 回到咱们的目录 看一下 在咱们的外部目录下 生成了一个build目录 这里面就是打包后的结果 好不好 那么咱们要发布 相当于就是发布了一个build目录 就够了 那咱们就发布一下 看看啊 好 咱们稍等 我这开一个我自己的本地的组件 好 大家请看 我呢 本地有一个这个http的这个http服务器的插件 对吧 让我把它映射到了刚才咱们的build目录 然后我在这访问一下 咱们看一下实际效果 大家请看 跟咱们在测试时看到效果完全的一样嘛 对不对 咱们的说明什么 发布成功 对吧 完全的一样 这就是咱们如何去建一个webapp 然后呢 如何编辑 然后如何声称咱们的静态网站 如何发布的一套过程 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其实非常简单 咱们大概在捋下今天的课程内容 咱们在这个地方 安装这个程序的命令行工具 然后呢 这个地方看一下 咱们都可以有哪些个官方模板 然后呢 咱们在本地建一个webapp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在这地方 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编辑 编辑的结构呢 就是咱们react的结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开发模式时 用这套命令进行编辑 调试 然后开发 没有问题 它会及时生效 如果咱们调试都通过的话 通过这个命令进行打包 然后呢 用咱们的 比如说Apachi NGX进行发布 这就是大概pgat 在最基本的使用的过程 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我今天的课件呢 就应该就是这么多了 我呢 会放到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观看 然后呢 我的这个视频呢 我主发youtube 国内网站 我现在就已经停更了 有兴趣朋友呢 一直关注我的youtube就好了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